近日,由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设计,中铁22局施工的哈尔滨市亚东会城市品质提升保障项目,哈尔滨市西大桥维修改造工程,完成了最关键的换粮作业。 仅用两小时,长32.94米,重218.4吨的佐福钢香粮,精准架设到设计线位,顺利为已经运行35年的老桥完成大手术。 据悉,建成于1989年的哈尔滨西大桥是跨冰随铁路市政立交桥,目前桥指出为三层立交结构。 此次设计施工如同在罐头空间进行动漫手术,充满诸多挑战。 左右上下均受到了各种方面的限制,而且还有受一些光电缆以及地铁安全保护区的限制。 这座桥是一个维修加固工程,从项目设计之初到最终方案落地的话,我们总共是用了两年的时间。 最终是采用充分利用下部的结构,然后上部采用一个钢箱梁结构。 钢箱梁结构也是结合咱们西大桥的具体特点,采用一种低高度的钢箱梁。 然后在整个的施工方案上,然后也是进行了各种优化,然后把施工的有效工期严格控制在40天左右。 本次工程利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,提前对施工主要工序进行测算,模拟旧桥钢箱梁拆除和新桥钢箱梁架设过程,实现多个工种和班组交叉作业,有序衔接。 同时,该工程首次在中国高寒地区城市涉铁施工中,使用作业半径30米,最大起重303吨履带起重机,一次性将钢箱梁成功架设到指定位置。 此次换梁作业对哈尔滨市乃是其他城市市政涉铁桥梁施工,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。 为了减少这个对道路交通运输的影响嘛,我们这个钢箱梁和这个钢筋骨架这块,我们完完全全采用的是工厂预制,拉到现场这块就是拼装安装的,减少了对周边道路的占用和对市民这个影响。 就是把这幅梁叼完之后,我们马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进行桥面铺装,桥面铺装之后,我们进深缩缝施工,施工完之后,这边就可以开放交通了。 该桥预计于5月中旬具备通车条件,届时将进一步增强哈尔滨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能力,为即将举办的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和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创造更加便利的出行条件。